早上了 我觉得平时应该是很少人来的 所以刚才我们的车衣经过 那个auntie就出来看了 因为车前家的是 他们没有其他兄弟姐妹了 所以会是由他的爸爸跟我们联络 我们是要surprise他的妈咪的 结果他的妈咪好像看到了我们了 我陪我长大 我陪你变老 是由唐济兄弟丙家温馨为大家呈现的一个感恩企划 今天是母亲节特辑 大家好 我是ribbon黄若曦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企划呢 是因为我们知道 疫情期间好多人都跟家人没办法见面 之前就是没办法跨州啊 还有一个就是所有人都面对的问题 就是没办法出国 所以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是人在国外工作 但是父母依然是在本地的 这种情况真的是好可怜好悲惨 所以当时候就跟唐济坐下好好商量了之后 就决定说有一个这样子的计划 无论如何今年的双清节 我们还是要把爱送到你们家 小天使出发了 我們是代表你的女兒來送禮物給你們的 這次我們是做這個母親節的特別 你的女兒就想說很久沒有回來看你們了 就叫我們要幫他們準備一些禮物給你們 爸媽怎樣剛才有驚喜到嗎 很幸運呢被堂基兄弟選中參加這個感恩計劃 我們今年就這樣過雙慶節吧特別嗎 已經有一年多沒回去了 很想吃媽媽煮的飯菜 和爸爸一起坐下來喝茶 不用緊啦 你們記得要好好照顧自己哦 身體健康最重要 Stay safe stay strong 最後祝你們雙親見快樂 拜拜 因為你相信 我是你的眼睛 我們給你們準備的蛋糕 代替你去旅行 看你看我 希望他快點過來囉 每次啊沒有什麼什麼事情他都過來 希望他也是快點過來 Emily爸爸媽媽呼叫你多一點回家 你陪我長大我陪你變老 耶 我會把我的故事傳給你 拜拜 再見你們 好好照顧自己哦 拜拜 呦呦 我們現在來到這裡呢不是住宅區 而是辦公室 這次比較特別是這個委託人Carmen呢 他希望我們可以在他媽媽工作的地方去突擊他 給他一個surprise 而且那個特別的點在於 其實他跟他媽媽是天天都在一起的 他們沒有分隔兩地 但是他希望透過我們來surprise他的媽媽 所以我在想他們會不會是平時很少交流啊 還是他的媽媽因為要在office工作可能會比較嚴肅啊 當然這些都是我自己個人的一些小劇場 我們等一下上去看了就知道 嗯 到底為什麼連在身邊都會想要surprise媽媽 嗯 let's go 沒有這麼多人啊 這個是送給你的 是你的女兒叫我們送給你的 是嗎 嗯 你們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是從OK 嗯 嗯 同給 整個企劃呢 我們其實是想要做給在MCO的時候 沒有辦法回來跟他們的parents見面的那一些家庭的 但是我們收到Carmen的request的時候 我們是覺得蠻surprise的 你每天跟你媽媽在一起喔 為什麼你還要給他surprise 他有話要跟你講 我們的video在哪裡 哎呀不要弄到我要哭了 哎呀不要弄到我要哭了 哎呀 第一次我想要說 thank you to my mentor my best friend my partner in crime my travel buddy and most of all thank you so much mommy I love you and happy mother's day bye 嗨 喔 阿姨哭了 Happy mother's day thank you 沒有想到 看到你就講不出了 I'm too fortunate to have Carmen as my daughter really She's very obedient yeah She's very obedient 很聽話 嗯嗯 我只有一個女兒罷了 so 很多事情我都對她比較嚴格一點 你陪我長大 我陪你變老 她表達在你的單身 我很想讓你洗耳朵 我們現在呢 就來到了海妹的家裡啦 是海妹委託我們 來給她的媽媽一個surprise 那故事其實是這樣子的 他們呢 是閃母女 就是感情非常好 甜甜相處在一起 直到去年的時候 海妹就嫁出去了 所以就嫁出去之後 就一段時間沒有回家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去surprise 她的媽媽 Let's go 哈囉 咦 媽咪有在嗎 咦 媽咪有在嗎 讓我們先出去 哈囉 Auntie 你好 有點怕喔 有點怕喔 我是代表你的女兒來給你surprise的 謝謝你媽媽 謝謝你 這個是送給你的 提早祝你母親節快樂 我先給你看一個視頻 是你的女兒錄給你的 嗨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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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沖跳過面一趟耶 阿嬤 愛沖跳過面一趟耶 阿嬤 阿嬤 母親節快樂啊 阿嬤 也知道母親節啊 跟媽媽來送給你 送給你一條狗 祝你心體健康 母親節快樂 你一一都開心 愛你喔 你陪我長大 我陪你變老 我的胡椒 我以為你圓 是怎麼樣 我生她 Sug日 小禮 跟原因 我好 我也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希望这个计划就是可以真的把爱送到家里 然后可以温暖大家的妈妈这样子 珍惜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光 因为平时可能大家觉得 哎呀一年建一次啊半年建一次啊 或者是几个月建一次就已经很足够了 但是当这个疫情来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当你想见又没办法见的时候 那个难熬跟那个心酸 就是很多人在有得见的时候都不常见 直到没有得见的时候才会开始想念 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光就是对我来说 就是充电的一个时光 今天的三个家庭呢 基本上我觉得是非常完整的 就是有感动的 也有非常温馨的 然后也有小可爱的 都是 大家的家庭都很美好 然后我觉得这些女儿都很棒 希望下次我们如果再有这样子 类似的企划的话 大家也可以多点踊跃参与 由唐济兄弟丙家温馨呈现的 你陪我长大 我陪你变老 这个非常感动的企划 今天小天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